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脊髓心颈椎病的手术风险就分前漏手术和后漏手术 前漏手术的脊髓心颈椎病的风险 作为说的最严重的话 就害怕手术以后神经症状的加重 病人做手术是为了麻木感的减轻 这种没有力量的四肢的力量的恢复 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变得灵活起来 那么手术以后如果出现神经症状的加重 这个是医生和病人都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这种就是说是医生和病人在手术前最担心的一个风险 那么这种风险的话呢 就是说怎么来避免这种风险呢 那就是说一定要选择一个相对正规的医院 然后选择一个经验相对比较丰富的医生 他这个手术的这种量比较大 这样的话可能就相对比较安全 准备了 ract go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